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 阿里巴巴集团今天一点也不平安 根据新华社权威消息报道称 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 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 这是继蚂蚁集团被两次约谈后 阿里巴巴受到的新一轮的调查 显示了在国内各大互联网巨头膨胀发展的状态下 国家维护消费者权益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坚定决心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 主要是涉及电商平台二选一的涉嫌垄断行为 顾名思义二选一就是从两个之间只能选择一个 意思指的是 想要开店的商家只能在阿里体系的电商平台或者浸贫平台之间选择一个 早在2013年二选一垄断这些关键词就伴随着双十一六一八等电商 大促横空出事 为此 京东贸易公司在2015年直接起诉了阿里巴巴公司 京东认为 天猫作为在中国大陆B2C网上零售平台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 通过与大量商家签署独家合作协议 公开宣布达成独家战略合作 限定商家只能和自身进行交易 直接致使大量商家不能上线京东平台或从京东平台下线 排除限制了京东在中国大陆B2C网上零售平台市场的竞争 针对二选一事件 阿里巴巴集团市场公关委员会主席王帅通过个人社交账号发文称 所谓二选一从来都只是一个伪命题 如果大家没记错 二选一原本其实是某些企业用来竞争的手段 平台不是土豪 成本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大促活动的各项资源天然稀缺 只能向最有诚意最积极参与大促活动的品牌商家倾斜 这是最朴素的商业规则 此事经过发酵 最终导致阿里巴巴涉嫌垄断被立案调查 《反垄断法》第三条规定 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三种 一 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 二 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三 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队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 就目前来看 阿里巴巴并不存在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行为 彼则认为阿里更符合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 阿里的二选一操作涉嫌属于第17条第4项规定的情形 商家如果想进驻天猫淘宝就不允许在其他平台开店 阿里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呢 《反垄断法》第19条规定 一个经营者市场份额达到二分之一的 推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 据某平台统计 在2019年网络零售的B2C市场 天猫占50.1% 京东26.51% 拼多12% 也就是说 阿里的天猫符合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条件 最终会如何处罚 《反垄断法》第47条规定 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耐用市场支配地位的 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的10%以下的罚款 短短三个月 中国人民见证了马云先生 在上海金融峰会上的高调惊人之语 到现在的闲莫不言 再到企业的风雨欲来 再到最后结局的惹人瑕思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宴请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不管之前如何评论 如今都可以当作是 马云和阿里巴巴的关键时刻 转向正确 还可以继续服务于人民 方向错了 那就不能怨天尤人了 反垄断调查2选1 薛谈蚂蚁金控集团只是吹响一声号角 竖起一面惊奇 垄断是肯定的 金融架空实业 移动支付已经关乎国际民生 过度消费富寡穷民 花杯在最近甚至还悄悄地降低了年轻人的额度 和之前引起巨大争议的公投用花杯给女儿过生日的广告 形成鲜明对比 此前 我对我国经济结构认知是 全民所有的资源型产业 如矿产 电力 铁路 由国有企业代为管理 国家调控影响多一些 生产与服务等需要活力的行业 则开放给民营企业经营 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多一些 没想到我还真是太天真了 互联网企业的兴起和快速发展 居然超车法律法规和监管 模糊了资源与服务之间的界限 当他们做电商通讯游戏时 确实是服务于行业 但当他们通过平台 利用庞大的用户数量 触手顺着上下游无限伸展 压榨员工与产业链 以擦边球消灭潜在对手 在某个渠道形成垄断后 反而掌握了最庞大最具有影响力的新资源 垄断之后的服务商 掌握了新时代的资源 变成了商业帝国 绕过出版监管 便捷程度远超纸媒的舆论资源 可以掌握国民的眼睛与耳朵 绕过隐私保护 强制调取便捷程度远超传统调研的 国民大数据资源 可以掌握国民的想法和行为 绕过金融监管 便捷程度远超合规金融机构的 金融渠道资源 可以用看似很低 实则巨高的资金成本 诱导国民提前消费 制造金融信农为其劳动 三件合一 最终完成由服务生产资本 到由资本生产资本的阶级蜕变 足以影响国际民生 放眼全球 反垄断是国际惯例 有利于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和创新 维护消费者权益 面对互联网这个超级平台 世界各国和经济体 反垄断执法机构均采取了 严格的监管态度和制约措施 加强反垄断监管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激发市场活力 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人心所向 美国是世界上首个出台 反垄断法的国家 近年来 美国不断加大 对互联网科技巨头的 反垄断调查力度 调查重点指向科技巨头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打压竞争者 阻断创新 损害消费者利益等 12月15日 欧盟公布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 旨在遏制大型网络平台的 不正当竞争行为 近四年来 谷歌 苹果 脸书 亚马逊等科技巨头 在全球范围内遭到反垄断调查 其中 欧盟自2017年至2019年 连续三年对谷歌进行反垄断处罚 累计金额超过90亿美元 加强反垄断监管 还将有效推动创新 促进共治 我国是公认的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较为领先的国家之一 更需要通过反垄断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健全数字规则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 我国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法制建设取得了藏足进步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以完成公开征求意见 将有效增强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期性 今年年初公布反垄断法修订草案 首次增设互联网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 认定依据的规定 必须看到 反垄断法适用于所有主体 对内资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大企业和中小型企业 互联网企业和传统企业一视同仁 平等对待 目的是要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只要不断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 数据收集使用管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 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才能推动整个行业保持创新活力 实现健康发展 不以规矩不成方言 此次立案调查 并不意味着国家对平台经济鼓励 支持的态度有所改变 恰恰是为了更好规范和发展平台经济 引导促进其健康发展 以期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做出更大贡献 相信通过加强反垄断监管 能够消除影响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 平台经济也将迎来更好的发展环境 一个人的富有 一个资本企业的富有 是时代创造的 是国家人民给的 它不能超出时代 不能超越国家来围猎人民 人民穷就是国家穷 这就是问题所在 而对阿里巴巴的反垄断调查 并不是针对互联网时代下的互联网企业 也不会危及阿里目前的江湖地位 而是要确定一个规则 一个原则 不管是互联网企业 还是别的什么行业企业 他们都必须要是为国家计 为人民计的 任何个人任何企业 胆敢越过国家 企图以资本为恋人民都要打 必须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